這種人整天都在抱怨自己生活多苦 多悲慘 多倒霉 怎麼辦 怎麼辦啊 好煩好煩 一定要人家聽到為止 如果沒人關心 欸 就PO文 要不要動腦才是一種選擇吧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生活中有話不直說的幾種人 相信大家朋友圈中都一定會有這樣的人 但我們已經決定好 要去吃什麼 要去哪裡玩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 也是可以啦 我沒意見 就 我不反對 其實他們這樣的說法 跟平常那種沒意見的 隨便啊 都可以啊 你們決定就好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他們感覺有一點點的反對 但是又不說出來 等到了目的地之後又會說 欸 我不點喔 我沒說要吃這個啊 欸 我要先走了啦 又不是我說要來的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 三件 生活中有話不直說的狀況 第一種 悉悄叫 悉悉念 這種狀況通常發生在 學校或是公司 當我們在報告的時候 台下的老師 主管 會有的反應 他們不會直接打斷我們的報告 也不會說我們報告有哪邊不好 不過他們會在台下一隻 唉 唉 傷腦筋啦 這看要怎麼辦喔 唉呦 看要怎麼辦 接著他們就會開始旁敲側擊的關心我們 你是不是有點累啦 這你之前不是這個樣子的欸 要不要給你先喝一杯水休息一下 不要緊張 你就當我不在這邊放輕鬆的報告好不好 通常這種狀況最後的收尾都是 不然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 好不好 最後他們就會用一種以為你聽不到 但是又要你聽見的聲音 家綺啊 把我打電話給志偉啊 看他等一下有沒有空來報告嘛 不然搞這樣子 這怎麼辦嘛這個 唉 第二種 什麼都不說就是 瞪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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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大二的時候在學校附近的麵店打工 午餐時段 店長出餐都是直接 三桌燙青菜 紅油操手五桌 六桌的雙麒麟 來二桌 麻醬麵跟麵 麻醬麵和麻醬 徐太宇的啦 來七桌油豆腐 誰記得住啊 也許有人可以啦 但是我沒辦法 店長不好意思 你剛才說紅油操手是幾桌 他們是要跟我比賽看誰先眨眼睛嗎 接著他就會繼續做自己的事 那沒辦法啦 我們就只好再問一次了 店長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才真的在送餐 所以沒聽到 所以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那時候心裡真的很想說 呃 店長 你這樣真的不會比較快 如果你只是想要表達你在生氣的情緒給我的話 那 OK 我已經接收到了 但請你要注意 客人的水餃已經快要黏在一起了 他們的麵筋快泡爛了 不過久而久之我也想到怎麼應對這個方法了 反正一定都會送錯嘛 那不如就應送吧 店長如果你不說話的話 那我想應該是三桌吧 那我先送餐囉 欸欸欸 五桌的啦 第三種 忍者哈特利當中的孟子欣 這種人整天都在抱怨自己生活多苦 多悲慘 多倒霉 他們最喜歡在人群的旁邊 哀聲叹氣 唉唷 唉呀 唉唷 怎麼辦 怎麼辦啊 好煩好煩 一定要人家聽到為止 如果沒人關心 欸 就PO文 善良是一種天性 堅強是一種選擇 要不要動腦才是一種選擇吧 那往往第一次 我們都會被這種人掃到 就會去關心他們 這時候他們就會把他們的負面情緒 跟水桶沖馬桶一樣 整桶倒下去 傾瀉而出 最後我們都會被他們的負面情緒搞得抑鬱寡歡的 不過到了第二天 欸 昨天說的事情好像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昨天跟我抱怨的那個人 今天明明跟他好好的啊 他昨天說趕不完的報告 他今天第一個教 我們當他們的垃圾桶啊 他們把我們當垃圾啊 但後來我想清楚了 我覺得這樣的人 他們其實也很需要有人給他們一個方向去做選擇 所以如果我們身邊也有這樣子的人 我覺得我們不妨可以給他們一點建議 我知道在你身上 有很多的負面情緒 但是人只要活著 永遠有兩個選擇 一 是解決問題 二 是閉嘴然後解決問題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大家生活中也遇過這種有話不直說的狀況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睡前要刷牙喔 我是小禮 我們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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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拍個見